的確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我自己當然也學傳播 事實上我自己也在主持廣播的節目 對於這些媒體的部分 當然我覺得會提到一個媒體盡用權的問題 因為以前傳統的媒體 你對它有些設限 你要去接近它是不容易的 其實臉書能不能算是一個媒體 假設你也同意它是 其實大家都是公民記者 不是嗎 你說這罷丸好吃不好吃 你可能今天派的時候 我就說這個地方第一次來 好玩不好玩 不吃好不好幹嘛的 你可能也評斷 我們今天這個議員好或不好 你可能會分享今天的那種東西等等 這樣子算不算你就在做報導的角色 我覺得的確剛剛雄有提到一個是 感覺上這種合資的權利 或做分享的部分 大家其實都在做這個動作 我們好像遇到的問題 會是在進入到某些特定的機構或機關 它會開始做設限 我覺得這個也是 我覺得今天這個題目蠻好的部分 是有一點要去挑戰結構 大家傳這種刻板的一些概念 我們在談到媒體採訪 常會說 立法院不夠做怎麼辦 什麼東西不夠做怎麼辦 我曾經遇過一個非常荒謬好笑的事情 就是立法院 我們知道它開會 禮拜一到禮拜五開會 他們都做休日 還有放寒暑假還不錯 因為他們每年憲法規定就是開會是二到五月底 跟九到十二月底 其他時間就放假 那在這部分來講 我們一三五是所謂的八個委員會的 委員會的會議 二跟五就是全院 就是被太陽花贊助那個議場的會議 那議場事實上是可以開放旁聽的 可是過去在我們整個沒有我們比較關心這個立法院之前 基本上它都接團 也就是都接旅行團 鄉親參訪團 個人幾乎是沒什麼申請 我記得我們一兩年前開始申請的時候 他們的首位就是那個那個阿姨愣住了說 好像他來這邊很久都沒有個人申請 要進到議場旁聽 以前大家認為立法院是一個豪門深四海的地方 大家不敢去接近 那開始去挑戰他之後 他就開始設限 比方說你進去你會發現 他在裡面就貼了一個 你不准攝影不准錄影 立法院告訴你 你進到議會殿堂去旁聽 他告訴你不能攝影不能錄影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是那個閃光都會把門打壞掉或怎麼樣 那你也不是很狂 在古蹟 我還挺有稱他們是洪水猛獸比較多一點 那另外好玩的來了 他限定每個人只能在上面做三十分鐘 就是你如果去申請議場台聽就是三十分鐘 你就要離開 那我就問他們為什麼這麼定 他說因為很多人都想旁聽 那我就問第二問他說 那如果旁邊就是空一百個位置的時候 我能不能繼續做 他說抱歉不行 規定就是你還是只能做三十分鐘 那我就在問他說好 那我可以接受 那我出去登機再進來可不可以 他認住了 因為從來沒有人挑戰他這樣的問題 他認了一下 然後最後他很釋出善意的告訴我說 資訊長 不要這樣啦 沒有你比較特別 我給你一個小時好不好 我不是 什麼 這叫做給我的施捨 就是那是很荒謬的 你會覺得這國家 你聽到這樣的事情就知道 他根本就是不讓你有去接近 知的這些權利 所以我覺得 我們很大的問題在這裡 這個部分也延伸到 我們也在關心 包含我們提到憲法 對我們談到的 人民有選舉 跟被選舉的權利 我們每次在提到說 現行的選舉 香港現在真的是形勢上的民主 形勢上 就你讓我至少投票 台灣是給你形勢上的民主 卻沒有實質的民主 因為說你都可以參選 但他用很多保證 金融其他的方法去牽制你 我們就覺得說 這部分應該要改變 可是我也遇過很多的民眾 自我設限說 降低保證金不好吧 我說為什麼 降低 萬一大家都出來選怎麼辦 我很想敲那頭說 因為憲法就說 大家都可以選啊 憲法就說 大家都可以選 然後我們自己 就會覺得怕麻煩 所以我們幹嘛 怕立法院 大家都要採訪呢 如果立法院都要採訪 那才中了 才服了王金平的意啊 立法院他就可以提整件 重新頒簽要更大 他以後就應該跟國賓戲院更大 要五百人的戲院這麼大 讓大家去做才可以 所以說 那至少代表民眾 知的需求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我們在認知上的問題 那另外的確有 我們現在看到形式上的部分來講 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做媒體 我不知道這樣分恰不恰當 但我們概念上來講 是看到傳統主流媒體 就是這個他立案登記 就是在做媒體 這樣的一個工作 可是台灣現在因為社團 或者是發展的多元 事實上還有一種 也許就是屬於我們談到的 因為剛剛講的 這些媒體都是商業為主 它只有商業的考量 那另外一種 當然是非商業的 比方如果我們國內來講 不管環境資訊 喜的會 他們環境資訊 電子報 他們所標榜用社團的方式 在做經營 我想苦勞的概念 也是如此 現在卧場 可能也許我不知道 算不算界定 它也許屬於社會企業 這樣的一個概念 在做運作 開始慢慢有這樣的 用公司的形式 或者社團的形式在經營 一般我們可能在這邊的界定還OK 可能我們現在在談的是下一個層次 就是它用個人的 可是個人 我們在這次太陽花學運 也遇到一個狀況是 個人裡面可能又有一點小區隔 有一種個人是 他本來個人就很有品牌了 他是獨立的撰稿者 他稱他是獨立的媒體工作者 他的確大家也認識 的確這些官員 或者是門口所謂他都很熟 他可以直接去進入做採訪等等 大概也不會被太多的刁難 因為他本身因為在寫稿的過程當中 也還刊登在各個不同的媒體 傳統媒體上面 那另外有一種就是我們剛剛講 很個人 不管他寫得好不好 他可能代表自己想要來做知的一些 權益的一些揭露 所以在立法院那時候 太陽花學運曾經遇到那個林黛化 打那個儀式打警衛的那個事件 那時候的衝撲就是在 議場原本的部分就是被佔領之後 立法院有一段時間有一個很特殊的規定 他就說議場裡面只准原來在立法院 有拿立法院採訪證的媒體進去 如果你是即便是像瓊裡這樣子 是公民記者就是一個媒體 獨立的媒體記者 或者是你就是其他電視台的記者 你只要不是原來被派駐在立法院採訪的 有立法院給予採訪證的 他全部都不給你進到裡面 所以那時候剛好林黛化好像是帶著 日本的一個媒體要進去的時候 守衛就打說不行 那個就不開放 所以因為這樣那時候在爭議說 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差別 那這個怎麼去做這些 在界定上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也同意瓊裡講的 這有點假問題 因為回過頭來講 如果今天媒體或者是資訊的揭露 夠充足之後 那一般來講 至少應該是要符合 所有一般民眾制的權利 我想我們也不用進去 像公多盟我們在要求立法院的轉播 我們現在想進入裡面去做旁聽 想做記錄 可是我們遇到的問題是 我們必須要先取得招委的同意 然後申請進到裡面 那我們曾經有要求說 你能不能IVOD的轉播 因為現在IVOD的鏡頭 就是照備詢台、諮詢台跟主席台 我們就要求說 你可不可以拉一支叫做全場的轉播 那他們回應我們是 這樣子會有愛 妨礙的愛 會有愛立法委員的形象 立法委員的形象 他可能怕挖鼻孔 打客人 扣腳 對啊吃便當 我不知道打客人 就是 其實他們過濾了 因為立法委員通常都不在裡面 立法院的質詢 跟我們的概念不大一樣 就是 所以他不在裡面就會破壞愛 如果這個原因我們同意 所以跟我們想像破壞形象 你們以為破壞形象 是以為什麼行為不止 不是 是怕他們不在裡面 破壞他們不在裡面的印象 因為 你們如果到醫院應該知道 醫院就拿掛號牌 比方說一個醫生看一個病人 是十分鐘好了 如果你今天拿到十號 你大概就知道 哇還差一百多分鐘 還有一個多小時 你大概就先逛街 時間到了再回來 立法院質詢也是排牽到 然後排時間 所以基本上他們就算 他的時間到了才過來 所以他們會一直有時候 你會發現 他們的確在消耗官員的生命 我記得那時候看見台灣最紅的時候 每個委員上去都 攀親戴顧 要說他對這個議題 你看是搭了最熱門的議題 第一個上去以後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 部長你有看過看見台灣嗎 然後就講了 部長說我在哪還沒看 然後講完十分鐘 第二個就來 最近 我一直覺得台灣怎麼這麼美 部長你看過看見台灣 部長還沒看過 問到第四個主席已經說 你們不用問部長了 部長還沒看 你要問什麼 直接問 就是他們就是重複重複 所以每個人都沒聽別人在講什麼 張曉光 我記得那時候他進去的時候 曾經有媒體寫過他的報導 他就認為他要坐在那邊 聽他的委員的那些其他的說法 因為他知道說 別人贊成的是什麼 反對的是什麼 結果他坐在那邊 竟然被其他的那種老的民意代表 跟他老立委 跟他講說 欸委員 你知道你腳還可以走 不用一直坐在這邊 你知道嗎 那張曉光覺得很怪 他覺得 這是我的上班時間 我應該要在這個地方 公共蒙 當初在心頭殼有一個節目 然後我們是在每個禮拜 我的下午四點到五點 四點到五點應該算很晚了 對不對 有一次我們敲 張曉光委員的通告 他的助理說 委員拒絕 覺得這樣子不妥 我們說為什麼不妥 是對我們有成見嗎 他不是 委員說那個時間 按表定 還是在他上班的時間 我們突然覺得 對啊 我們身為監督國會的團體 怎麼可以叫他翹班 來錄節目呢 就是 你們發現 這是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 這個我們看到 立法院基本上 在這些資訊揭露的部分 都有很多 他們很刻意的 在做一些前置的部分 然後故意不轉播 或者是利用各種方法去做 所以我覺得 資的權利 應該是回到根本來講 就是說當你傳統 或者現有的這些媒體 不能把這些資訊揭露的時候 我們本來就可以用各種的方式 去揭露他 是不是他要一定有記者的身分 我覺得這也許就是值得來做討論的部分 讓我們說一下分享 各位大家好 我是功名吉諾寧英記錄資料庫的記者 宣儒 這名字非常長 這也是我的敗筆之一 就是從頭 就是從頭到尾都沒有人 可以把我們全名記得 然後我已經先念得很熟練 但是呢 請大家取頭根尾 就叫功庫就可以了 那如果相對來說好像 比較好記一點這樣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慢慢散布出去 就功庫媒體這樣子 對 那我今天就是 裡面住韓寧最之前的一個 然後也非常的抓這樣子 因為 雖然說在這個 各類媒體裡面工作 大概四五年這樣子 那當然 其實關於這些問題 其實也是在過程當中一直在摸索 而且 所以說 我可能沒有辦法提出那種 就是很有記憶的